《啤梨晚報》逢星期一至五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主持啤梨林匡正 這個網友很絕望 不斷WhatsApp最更新的美國國際 寫一段文章 我上個禮拜預測和講過 賀錦麗和Democrats 民主黨人 他們會提升的動作 即是說如果你真的宣布選舉的時候 他們就會有很大的momentum 即是氣氛 很多支持 還有一到DNC 去到八月 即是民主黨大會 DNC是不是 民主黨大會應該這樣做 You will see the race 你會見到那個 race 即是選舉是很緊張 很刺激的 很多香港的QL Hong Kong說 Trump will definitely win after the shooting 說 Trump在贏勾緊 被人死 我一下 他們 cotal underestimate 他們低估了 Trump haters 即是Trump haters 痛恨者 的 stubbornness 的頑固 還有 Democratic Party 的那個選舉機器 在美國 即是說 他們的KOL 低估了 那些 Trump Hater 和民主黨的選舉機器 是多厲害 在美國 記住 Trump is an outsider 但是Trump是外人 We love him partly because of this 我們喜歡他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外人 即不是所謂深層政府裏面的人 但是當現實來到 就是Z千 He has a very steep 他有一個很 steep hill 斜高的山 要爬的 我也覺得是 難道你們能坐在這裏告訴你嗎 老實說 我們那兩三天 我會有不同的師傅會上來 我們一定要從不同的術數去預測一下 你問我 不用選 不用預測 你說我很堅固地支持Trump 不是 是我真的要說真的 告訴你 即是我做了幾十年人 你這樣這一刻 那個時候這樣入 天城 這樣 你想去不做真是難的 我們這個不是什麼 是那種神譽 你記不記得 你也經歷過 這些網友也未必經歷過 成龍當年在藍絲 拉夫跌下來那一段 龍兄虎弟都很危險 其實你後來回頭 是死定的 是死定的 如果你們沒有想要 又剛巧 那條命又大命 又大命 剛巧巧那時候 全球最好的老科 外科手術 醫生在南斯大夫 剛巧巧 救回他的命 我不知道你們有幾乎成龍 大紅之後 應該是一線一 他不是的 為什麼呢 醫生說那些很紅 應該要準備一線一的時候 突然間 反而其實是新藝城 紅金寶 所以他那時候也要黏著大師兄拍 那些快餐車 那些富貴列車 他也是一的 但是沒有那麼厲害 一的沒有那麼厲害 是到了 反而真是 跌下來之後 其實龍兄虎弟也拍得一般 之後那些什麼 那些90年代有什麼 那套什麼 跟胡言芳 那套 在唐人街那套 龍灣區 龍灣區 然後有什麼 桑園農會 什麼我是誰 是一堆的 就去到頂峰 是不是 那些 真是大難得死 我們看看特朗普怎樣 好了 特勤局終於承認 承認了 上個星期 他就說 沒有任何 保安的漏洞 也都沒有收過一個 成員要求增加安保資源 但是 我們叫他 我們拒絕 這個說法是錯誤的 一個星期後 就終於承認了 OK 他說過去兩年裡面 是多次拒絕過特朗普 保安措施要求 其實 他有點 偷雞 他說過去兩年 其實人家是很specific 正在針對他 當日有一個追擊手 是通報過特勤部 喂 你現在在天盤上 拿著車子 對著前總統 我可不開槍 是你們說 不要開槍 你先讓他開槍 變成是假槍 射到年輕人 好了 又不承認 現在一個禮拜後 其實老實說 你真的很難不承認 現在 我還沒準備好這些事 你說 現在又有話 射擊那些什麼狠 說有三把槍 三把 有三把不同的槍 等我回去今晚 因為我要看清楚 為什麼我們要看新聞 很慘 那些fake news 你不要以為只是 哪一邊會做 其實真的很多fake news 他做到很真的 真的 還有video 你真的以為他是遊戲 真的 現在分不出 分不出 等於現在 現在我不會再看UFOB一樣 是呀 這都分不出 先當假 我遲些我做個啤梨 那些人說 咦 最慘是很容易 你想想 你想想 早前我們說 叫路人家去 爸爸 喂 喂 學馬 老公仔 我現在被人禁住 要屌我 你快點救我 他一看 我現在九七十幾歲 真是老婆仔 你不要 你不要 真的被人禁住 有攝影機 不是多 要兩萬元 快點我戶口 是 你不要去 喂 真的很容易 是啊 好了 喏 今天我看到一個很長篇 在聯合晚報的報導 那我就不打算說那個報導 那個報導是什麼呢 那個報導呢 就叫做 深圳性工作者揭秘行業內幕 OK 那我覺得這些都不是內幕 嗯 首先呢 他整個議題呢 他用一個學屬性 或者調查研究 調查報道的研究 就訪問了兩個性工作者 簡單一點是 雞 咕咕咕咕 chicken 我覺得雞 那麽多種形容風塵女士裏面 我又不覺得是侮辱的 因為雞就是 既 即是華語 是 既女 子女 叫雞 叫雞 那麽 雞這當然是一個 長久以來的行業 嗯 他就給了一些信我們 就說呢 現在營運方式是有所改變 訪問了深圳 這個叫做琪琪 31歲 他說呢 過去幾年在深圳租一間公寓做單位 他要盡量滿足那些客人的不同性要求 他說呢 他很廣告衛生的 聯合組報去訪問 他看到那間屋裏面 有一張床 跟一般文宅沒有什麽分別 張床上面有一個一次性的床單 是 真的很高級 現在那些人呢 是一次性床單 一次性床單 我沒有用過 但是你問我呢 我會覺得 衛生當然是這樣 很衛生 但是呢 一次性的那些當然沒有那麽好用 但是一次性的內褲 你怎麽會有內褲那麽好穿呢 是 真的 是吧 去旅行可以感受到 去旅行你 是的 他都OK的 但是跟你內褲都是不同的 不同 不同的 所以呢 但是你說你出來玩 說你媽媽吵 那你媽吵 你媽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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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床單 但是它不會常常換的 我記得我看電影 我想我的知識應該判斷了 那些傻眼 床帶肯定不會換 那些傻眼 如果有個客人上樓盡 你把毛巾放在那裡 好像有條毛巾 這條毛巾你怎麼洗呢 你知不知道有沒有洗過呢 它怎麼洗呢 或者 真的很害怕 給你一條毛巾尾 洗完澡 給你一條毛巾尾 薄得到 還薄得到自己家裡用了四年那塊面巾 你拿著毛巾 這樣這樣 抹完這裡也濕透了 抹完這裡也不夠 你真的要抹底 好了 它就說 它在互聯網平台上發佈課程表 提供服務的名碼 標價每堂三千元人民幣 可有一個鐘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現在上面 叫去中心化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 互聯網以前出來做雞 要雞頭要成的 是呀是呀 說是夜總會 現在不是 香港也是 我想你都沒有女兒的習慣 我們絕對不會 對不對 但我們了解一個世事 光少 她的女兒在不同的科行裡 你會知道 譬如大陸興是什麼呢 大陸興是學校私人補習 OK 差不多每個省市都會有這些學生交流群 那你就知道是什麼事 每個省市都有的 OK 好了 那你呢 只要註冊了個帳號 OK 別人去科學你 你給照片 聊天 聊天 這樣就可以避免中間剝削 好了 那門檻是低了的 你收的錢是多了 因為你不用被人中間剝削 那當然 其實他們也有些條件 因為 他們為了不要被人抓 原來很多時候都要邀請馬 一定要在裡面的群組的人 認識你 去邀請你 即是 館員制 是啊 你才能進去 不是啊 不要說那些客人 當然是 老實說 我為了了解這些情況 我都馬上去想 其實大家我知道 有些甚至乎不是我主動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Telegram也好 WhatsApp也好 Facebook也好 無緣無緣無故會把連結給你 你不認識他 因為現在電話號碼 你很容易不知道為什麼會被人留 有些就說 最強是娛樂 什麼什麼什麼 群組進去也是那樣 有些就是 什麼小子 找植莫媽 真的很直接 好了 然後你按連結進去 你先不要說他 就騙你 原來就是 陰有 boil 就是這些刃窟來的 賣淫的 好 好 他就說 奇奇 升高1.7ッ 第一,他是來自天津,因為他嬌人的身材,為他吸引到很多形形色色的客戶,有腦有笑,有西裝隔離,也有低調樸素,但客人的個人信息身份他就不說,不說,很悶 根據英國非組織國際性工作者聯盟估計,中國的性工作者人數超過五百萬人,位於全球之冠,厲害 五百萬人到十二億人,十二億人,十分之一是一億二,百分之一是千二萬,百分之零點五,也有六百萬,還未夠零點五, 我覺得有沒有低估呢,你說龐大產業,還未算輸出,我覺得是不是不止呢,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在我來說,我認為,我有些朋友跟我講,我不是這樣,我沒有回家,他跟我說,大陸每一個女人是雞,是網路人是這麼誇張,很極端啊,他説只要是,他出來職業女性就是雞, 他就是這樣說的,不不不,讓我想一下,看看你怎樣比喻,這個是說包裝問題,究竟他是用那個行業包裝,如果他這樣說的比喻,可能他會覺得,在任何工作行業的女性,就是剛才我們第一節所說的不擇手段, 是,如果他把這種範疇裂進去,那個數目可能不止,OK,但是你的解釋都好嗎,即是你一定,那種就不裂進去,你認為要要積極端? 我如果他這樣裂進去,就可能要包裝,真的不止,但是在任何範疇裂不擇手段,真的很多,很多,又不要說單一個地區,不過去的人很大而已,OK,好了,現在因為他的科技和互聯網的普及法,降低了賣淫的門檻,這樣說,OK, 但是呢,根據那些報道,有很多因客和嫖客,其實呢,就反而喜歡傳統那些,有媽媽生,有龜頭,其實對那個客人來說,他比較保障一點的,嗯 你明白嗎,他上來你家裏,誰知道你會不會,說人家捉黃國雞,拍夠我照片,偷夠我錢,我反而在一個場合裏面,人家是做開的,或者熟悉的媽媽,當然不代表他不會這樣做,你是會信心一點的,有些客人,OK,好了, 那他說呢,他現在呢,平均期幾呢,每日接三四個客人,他除非去外地旅遊,或者紅色價,其實是姨媽島,他每日都會接客的,每月平均收入呢,有五六萬元,最高的時候可以去到十萬元,那麼在大陸做雞,每個月五六萬元,但他做得很,很不太密,一天只有幾個就要,是的,但是想三千元,其實我懷疑收不想三千元,有的,因為,我試過去新加坡,他們的夜總會呢,原來一個波妹都沒有的,是,大陸妹呢,全部都沒有的, 是的,一定是,是的,極都很貴的,如果你要去買都很貴的,你坐都要當時,七八年前,三千多元,坐都很貴的,那你新加坡的消費又不同,還有,喂,人離鄉賤,物離鄉貴的,他是雞,他不是人,雞,即是物離鄉就貴,你在大陸很難的,那我知道呢,一、二千元那些很多常有的, 是,但是,三千元是不是呢,三千元是一個小時的,不過,奇奇說,多數學生,二十分鐘都下課了,即是說就說一個小時,是,好了,那,他說呢, 是的,老實說,你說中國呢,小金槍是很難的,因為全世界都很難碰到槍,但是這個合法法又很難的,第一是道德包復, 是的,道德包復,第二就是,其實呢,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後呢,其中一樣是引以為傲的東西, 當年就是新中國,就是說呢,取締了所有這個風月財,所以那時候很敗壞,民國,哇,那些什麼交際花,夜總會,大世界,很敗壞,那這個是他們那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49年之後的革新,還有勝利,你有沒有勝利,取締那些雞, 那在這些背景底下呢,其實就,你要去合法化,就很難,但是呢,因為他又真是很,你知道這個產業, 我知, 他被帶動的經濟又非常大,沒錯,沒錯,沒錯,別說用這個大陸的經濟, 當你記在中國11 ribército, 你要有有錢的人,一定有消費, 有消費就要有應酬,有預諾, 我想問,你娛樂那個原動力產量呢? 因為你11億人裡面,你不是大家都這麼受過, 你有一些真的沒有學問,或者沒有能力就讀書,所以那些人就要補加娛樂的人才 Buddha, 我要跟隨你,看你的個人才阿, 如果說客人 我要跟證你 他就算有沒有讀過書 他都會覺得很濕 是 屌你老母 真的我知道有人會覺得不濕 比較正經的 是有的 真是很少的 是 說真的 我都是去到今時今日 說笑我不知道 我都去到今時 我五期多 六期都看著來 我才收心養成 如果不是 老實說 你怎麼忍啊 晚上 喂 晚上 喂 阿董仔 喂 屌你了嗎 今晚又回家吃飯了 不是啊 不是又去走啊 你去吧 屌你老母 不會點你啦 每次都沒有你睡 哎 我知道 你高級了嘛 喂老闆 不要這樣 那不要講講就走啊 喂 有沒有遇過啊 遇過遇過 你都好 好人不願意去啊 一推開門 屌你老母 是 兩旁屌你老母 我眼瘦還肥大小 八尺 八尺 或者四尺十一 排隊幾百件 是啊 哈比士很厲害的 你走走走走走 你沒有不邪事 從開始沒有不邪事 到這樣忍不住 看著看著看著 接著那些女人湧過來 那個帥仔啊 喂 不要不要 慢慢慢慢 你怎麼忍呢 如果一個經理呢 你問你 你想要什麼 你只是說一句 隨便說一個單字 啊哈 最少那些時候 八十個啊哈 喂 你不能忍 喂 有些做就糟了 你裝了東西 你裝了東西 他們一群男女 很噁心 你裝了東西 在那裡唱歌 自己唱歌 我講回經濟的原本 是 大家看回那套片 大祥金 大家一定看過 我看過很多次 我喜歡看大祥金 大祥金 裡面有個情節 它是說 當你要應酬這些貴過市者 你用什麼 醫女嘛 是啊 醫女啊 它沒有一個叫妓女的名稱 是啊 但是如果你要一個國家裡面 我沒有理由說 我國家會養一群妓去招待外國 醫女 醫女 就是證明 遠古年代 是需要這種人 不用說的 根本 這個不是 喂 說真的我們有五百萬 我不是說什麼 這個真的不是 我沒有侮辱的 是 其實我們祖國 真的挺有做這個娛樂行業的天分 喂 你只是想想那些東莞幾十色的 哪一人 喂 你去阿河啦 阿倫布斯特丹 最多就弄個窗口 紅燈 下銀開 喂 點心指 喂 老闆 喂 他一回來 老闆 你看一看 樂鐘 一看 喂 立即兩眼 六七六七 過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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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佬 然後 找個客人出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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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實說 其實呢 如果大家未結婚就算是女性 我覺得你要上去找一下 我也覺得沒問題 不是 我告訴你 剛才告訴你 這件事已經去到國技的層面 國技了 很高 為什麼呢 我敢誇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比他那三十多歲 我們香港很厲害 黃玉郎創造了兩種絕招 兵火不重 電光道龍絕招 他可以將它化為現實 我們引以為傲 這兩種絕招在旺角 波蘭街市 很厲害 但是沒想到呢 只要祖國一出這一堆 輸了 喂 你很簡單的嘛 你已經玩到 你譬如馬嵐 玩到 冰火去就沒有五重點 二重點 馬嵐就 用熱水 和冷水 為什麼要想這個 喝著一口熱水 其實我覺得很難的 我試過 我不會和別人含想 但是我也想試一下 喝著一口水 然後含一些東西 我不能想 一喝著一口水 一含一些東西 便會吹出來 我不能想的 都是喝熱水 但是一回到大陸 發揚光大 發揚光大 冰熱水 吊你 牛奶 椰汁 五花茶 五花茶 含冷 好冷清熱 喂 未夠過癮 大陸去過哪 清涼爽 清涼爽 就是 我講究什麼排 吊你 那裡有些小顆 涼粉 吊你 然後再發生到 爆炸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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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吊你 它想不到 它想到 你想到它 當然也想到 老實說 其實你都想到了,東莞的時候真的很想惶, 其實你香港也是,因為老實說你窮,你有錢就發財立品, 你現在這樣的環境,其實給我是特區政府,我一定不會合法化, 我一定不會眼開眼底,甚至乎跟古惑仔講得不明白, 你老母,我不想見到街上街是雞,這麼難看,古惑仔就自然有辦法,收到的, 為什麼呢?你令到食肆,你起碼立刻在香港, 立刻留一把人家在香港,食肆,你不要打爛,做一下, 如果這樣可否借鏡澳門呢?澳門將這件事都規範得很好, 是啊,挺好的,其實不想你,你現在還要借鏡,但不用就著他, 喂,你沒有辦法,是沒有辦法的,是嗎? 你說真的,怎樣人家下來,喂,你說周佳玉倫酸酸就說, 有時候怎樣的,給那條老人走下, 真的啊,這樣,我覺得是很厲害的, 你說會不會合法化呢?不會啊, 新加坡為何可以合法化呢? 不是實事求事的,你以為別人沒有盡包袱嗎? 行林開都可以盡包袱,因為呢, 這一個是,就是食肆性也人之大肉, 是,說真的,你好像阿姆斯特班那樣的荷蘭, 其實是不是這麼多人叫雞呢?我都很懷疑, 但是這個產業呢,這個叫做 Light Street District, 反而倒了幾千萬人的人在那裡,去吃東西,看吧, 是,就是當是, 警致這樣,你香港呢, 真的啊,急起直追啦, 就是我,我又不會,你說迫良遺窗就一定拉狗去啦, anyway,如果不是的, 喂,真的我覺得好了,OK啊,老實說, 說壞一點,你男人不色色, 屌你很多女人都賺不到錢啊, 你說,喂,不是啊,屌你怎麼當女人什麼什麼什麼, 那剛才所說, 那不是每個讀書讀到醫生律師啊, 那他是不是沒有機會, 是不是不給機會去上游呢? 你很坦白說,你不想去偷, 不想去搶,以前我們經常聽不少的, 什麼情況之下出來做啊, 欠人很多錢啊, 幫客人還債啊, 幫老公還債啊, 是啊,是啊, 他怎麼不犯法之下, 能夠可以玩到錢還債啊? 那等於我們回大陸啊, 那些債人, 那麼高興他們會做當事的, 一定是這樣啦, 問這件事是多餘的, 不是, 但是很多人會問的, 因為沉船嘛, 是, 因為我駕駛很重, 我爸爸邊啊, 媽媽邊啊, 公公邊啊, 婆婆,奶奶邊啊, 我的弟弟, 上大學, 一定是這樣啦, 好, 有審陣,有審陣, 好,